大家好 如果您的佛手瓜长得太高 要给它修剪 千万别把剪下来的枝条给扔了 因为它可以再生 变成一颗新的苗 佛手瓜产量高 可是育苗不容易 时间很长 而且似乎对大多数新手来说 存功率很低 我的苗就死了几颗 很多朋友用好几个瓜 才能育成功一颗苗 以至于它常常一瓜难求 现在我来与你分享我千叉小苗 偶然成功的经历 我大概二月下旬 有一颗苗长得很快 有点高 就把它的头剪了 看着这个头很健壮 丢了好可惜 有点不忍心 就随意放在一个水杯里 各在厨房的窗台上了 它在窗台上好几周默默地待着 上面那片大大的叶子 一直保持挺拔伸展 没有任何伟烟或发黄的迹象 这让我有时感叹生命的顽强 难道这个小小的枝头 就打算一直在这杯水里 永远待下去吗 我慢慢地把它忘却了 直到四月初 有一天在厨房里 我看着窗外的天气时 无语间看了它一眼 哇,它竟然长出根了 我当初剪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要扦插 所以剪的位置没有任何节点 它的根竟然从枝条底部的光感上 长得出来 第二天根长了一点 第三天又长了一点 我不知道就这样泡出来的根 能不能种活 可是它既然有着强烈的生命愿望 我就抱着一线希望 弄了点育苗的土 放在一个透明小杯子里 我把土浇透了水 我想它既然能在水里待上几周 那应该也喜欢土里湿湿的 至少长出很多根之前 给它充分的水分握渡一下 一周后 大家来看看这个新生命 这是4月15号 然后4月16号 已经很多根了 像这样的速度长下去 应该很快就可以出新的叶子了 我另外还其实留有两个枝条 前面那个枝条的成功 让我对这两个枝条也产生了信心 一个是在之前的一期 扶手瓜的杀手解密里的主角 它的根被小黑飞的幼虫破坏 三月底的时候 有一只疼尾烟了 我把它剪了下来 也插在瓶里了 你看它插到水里 好好的 叶挺挺的 完全是因为根坏了 才尾烟的 现在它还在水里泡着 还没有出根 另外一个短枝条 我前几天把它沾了生根粉 直接插在土里了 因为没有根 所以套了个小杯子 在上面保湿 本来我想等这两个枝条也出根了 再与大家分享的 但是季节不等人 所以提前做了这个视频 后期我会再给大家更新进展 如果您有多余的枝条 不仿意 试试能不能遇出小苗来 谢谢您的观看 希望我的经验对您有帮助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